戴口罩已经是公认最有效的防疫措施 但是仍然有少数的民众没有佩戴口罩 而为了保障全体市民的健康 淡水区长吴宗仁在今天18号上午 就特别来率领警队分局还有市场处的人员 而淡水警分局派遣了三名戴口罩、护目镜以及手套的原警 配合在中正路八项以及清水街的市场来执行机场 究竟新冠肺炎疫情拉警报双北已经进入了严峻的第三警戒阶段 而戴口罩已经是公认最有效的防疫措施 但是还是有少数民众没有佩戴口罩 为了保障全体市民的健康淡水区长吴宗仁 今天18号上午特别率队警分局与市场处的人员 配合在中正路八项及清水街市场进行机场 那侯市长非常关心大家的健康 特别在今天我们5月18号定位我们新北市29区联合机场 我们各区在同一个时间来在一些市场来做机场 那我们淡水区我们最热闹的这个淡水中正路 八项和清水街的市场来这边一起来关心大家 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那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将依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罚3000到15000的华军 区长表示今天新北市29区都有进行联合大机查 而这段水区的部分可以看到菜市场一早还是有采买的人潮 因此要喝止隐形的感染者传染的风险 合力减缓疫情的延烧 就必须到最基本的口罩要戴好 实施公衣权力强化机查取缔 积极介入维护防疫的秩序 刚才我们整个市场我们走一遍 那我们也在定点这边一直在宣导 那看大家戴口罩状况我觉得非常好 大部分都有戴口罩 那少部分呢他戴的不正的话 我们纠正他们都也都来符合规定来带回来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们希望这个状况能够持续下去 许大家有一个要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还是这样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 这样我们淡水这边的新冠肺炎的一个蔓延 能够阻止下来 区长表示在击查的过程中发现摊犯口罩 没有戴确实或者是有破损的状况 区长以及远警立即向前劝导 并且补发一个新的给破损口罩的老板 还有看到骑机车的阿公没有戴任何口罩 区长也直接劝说并且还拿了个新的口罩给他 民众也都配合戴好口罩 再进到市场或者是贩卖 配合度还算高 区公所也希望大家要落实口罩随身戴好 而且身上也要佩戴一个备用的口罩 已被弄丢了还可以补充 而公所也再次提醒民众出门 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否则将依照违反传染病房聚法开罚 3000到15000元 记者许多安一 再次讨论报道